鑑於我們看到現時全球的疫情持續嚴峻 所以香港的入境防控措施 是有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的 目前在香港國際機場抵港人士 衛生署會即場收集 抵港人士提供的胸後退疫樣本 作病毒核酸檢測 採樣的安排為了確保樣本的質素 我們會在下個星期二 即15日開始 將採樣的方法 由旅客自己自行去採樣提供 胸後退疫樣本 改為由專人採樣的 咽喉及避康合併息子樣本 我們會在現時現有的 強制酒店檢疫的要求之上 實施指定檢疫酒店 以及指定交通安排 會在12月22日正式全面實施 所有在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地方抵港的人士 如果在12月22日零時零分之後 才辦理酒店的入住手續 就必須在指定的檢疫酒店進行檢疫 由12月22日開始 至於指定檢疫酒店只能接受檢疫旅客入住 而非指定酒店就不能接受新的檢疫旅客入住 我們目前安排了36間酒店 成為首批的指定檢疫酒店 提供大約12,000間房間 房價基本上是三餐全包 由三百多元 這個是非套房 到幾千元 這是套房 不等 亦分佈在不同的區域 是被旅客去選擇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房價方面 每一天 一千元以下的房間 大約有八成 我們會密切監察酒店的預訂情況 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邀請更多的酒店 加入作為指定檢疫酒店 指定檢疫酒店和交通的安排 對於加強外房輸入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關的安排 將有效減少旅客和本地社區接觸的機會 減低外地輸入病毒的風險 在檢疫期的第十二日 衛生署會安排檢疫人士進行檢測 結果呈陰性 才可以預期完成檢疫之後離開酒店 檢疫人士離開酒店之前 衛生署會安排人員 亦會再給一個樣本收集平 讓他們在抵港後第十九天 就是採集樣本 亦交回指定的地點作檢測 這樣做都是為了盡量確保 即使在極罕有的情況之下 病毒的潛伏期是超過那十四天的檢疫期 我們都不會說有漏網之餘 是否有漏網之餘 我們則有漏網之餘的 有漏網之餘封 就在免費中華